当时我第一开始去了深圳 因为那个地方的这个比较开放 所以有很多这样好的机会 因为自己喜欢就觉得可能唱歌会是我喜欢做 能够体现我自己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决定去做这件事就去了深圳 去深圳正好就是当时跟现在大家所认识的这些 像陈明啊 什么戴军啊 毛宁啊 这个林一伦他们 这些人为我唱歌 所以完全是 等于说这一步其实我当时走的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是很佩服自己的勇气 在这个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时期 一个敞开的世界 为敢于梦想的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众多可能性 这让他们都相信 只要努力只要坚持自己的未来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陈明后来演唱了一首歌曲 叫快乐老家 他表达的内容和歌曲流露出来的情绪 恰恰恰出了这些梦想之门刚刚被打开的年轻人 他们带着青春的冲动 背着梦想的行囊 向着梦想指引的方向 勇敢地出发 在他们眼里 一个内心压抑的时代 正在向身后退去 一个可以实现自我 燃烧激情的梦想家园 就在前方 当李静奔波在北京街头的时候 中国的南方也布满了匆忙的脚步 这片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在今年十年的成长之后 已经名副其失地成为了中国最火热的土地 在富有开放的光环之下 是无数线的眼光 无数梦想控制东南非的异动性命 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来广州电视台 在广州普通常为大家好 和民众的情况 下面请跟着陈梯下 1990年 河南诺亚摩托拉机场的旅工陈梨 偷偷背着父母 死掉了铁饭碗的工作 计算了开往深圳的火车 在家人的反对身中 她开始了自己的酒吧歌手生涯 像她想象不到几年之后 回民政全国一样 画画世界里有着精彩 也有着艰辛 她也需要人来自我 没想到几年 谢谢陈梨 谢谢陈梨 非常感性 找不到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你经历都比我丰富 我发现 在那里是你们心态不一样 你学校业余时间玩 那是很高兴 她那就是在那挣工钱呢 养活自己 但那时候不敢请假 生病不敢请假 你要病了怎么办呢 就成长 有一招 比如说嗓子不好的时候 唱梅艳芳的歌 对 有点哑哑的 对 我嗓子好的时候 唱苏瑞的歌 特别不好 唱梅艳芳的什么 那个四水流年 亲密爱人 对那种 最多的时候 一天跑几场那时候 从六点多开始唱 唱饭室 因为唱到晚上一点 唱到宵夜 那你要是跑来跑去的话 你就穿你那个披端裤 什么的跑来跑去吗 什么刚才看了 那个婚纱也穿着 从一个场地 感到那个场地 对 就因为中间特别短 比如说这场唱 下一场 因为深圳也不大嘛 下一场可能只有十分钟的路 这边唱完了 夸的裙子 你怎么拿这样的一家 他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 他就跑到那个 这样的人可能看 也有点毛病 然后就算了 身份挺多的 那路上 穿过去一个 还打着我 你走了 走了 我上那场就 你看戴京是深圳小黎明 戴京穿的是那个戴京江的 骑自行车 戴京不会骑自行车吧 会会 都会 摩托车 他们他穿婚纱 骑自行车 是津津乐道 去帮朋友 但我觉得人在那个时候 就是你虽然很累 很怪 但你心里面很踏实 很高兴 是 我有一次啊 我买了 就是刚开始 我买辆自行车 既特别精了 三百多块钱 买辆自行车 然后呢 我就自行车放在门口 还锁了两码 那大链子锁 锁在那儿 划完装出来 一开门 给你锁在地上呢 车呢 我当时那眼泪 哗就下来了 就眼泪就下来了 但没办法 你还得去这样 就打车去吧 那今天晚上 一晚上白唱了 就打车 全打车了 因为最开始那个 也不是特别高 三十啊 对 三十四十这样的 然后我就记得 其实刚去的时候 比较艰苦 租房 也是要租房 跟大家租房的 我记得我租过一个楼顶 是一个农民房 那深圳好多是农民房 楼顶是用铁皮围了一圈 好多窗了一圈 那样的一个铁皮房 对 你想深圳那个天 早上天一亮 只要太阳出来了 就特别热 跟个蒸熔一样 对对 我就得起床了 虽然晚上工作到一点 但是早上才起来了 因为特别热 太热了 我住过一段那个房子 吃饭不成问题吧 那时候 吃饭也 一开始后 刚去的时候 当现在说起来 那时候 是习不习惯 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 我觉得 那个时候没有觉得 那个特别苦 但现在说起来 好像那时候挺坚固 那个没什么钱 刚去没钱 那个电饭包 蒸了一份饭 然后拿个勺子 比如说刮成几份 早上吃这份 中午吃那份 晚上去买点榨菜 要不就方便面 然后得计划着 比如说月初是 我们出粮 我们都要出粮 是五号或者八号 但是房租得 是月底 就得交下个月的房租 没钱 然后就跟我的朋友 借点钱 先交房租 然后等到一发工资 赶快还给他 我觉得我这一步不走来 我说我觉得 我还挺努力 挺刻苦的 跟他们俩一比 我觉得我差远了 你还听说跟他们俩比 跟他们俩一比 就差远了 真的 我发现这个 离家跟不离家 真的不一样 我以前不相信 我现在觉得真的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你要在张家口 你不会实际上这个样子 我从石家庄上完大学 回家拿口来北京 挂窗帘都不会 挂了四十分钟窗帘 就是要穿那窗帘 然后把那东西 往那一边坐在地上 就大哭 因为我之前很懒惰 不干家务活的 就父母就觉得 你根本没有自理能力 你就要闯世界 你这个孩子到底怎么想的 那天那时候 你爸你妈搭理你了吗 你走的时候 你爸你妈都不知道 肯定生你气 后来搭理你了吗 没有 我是什么时候吧 我92年 拿了那个广东省歌手 大赛的时候 我爸也症了病重 我爸身体不好 病重 我就回去 我记得93年年初的时候 回去看他 然后他在住院 我还把那个 就是那个获奖证书给他 他就放在那个枕头下面 然后护士来了 还给人家护士看 但那个时候 我就突然间有这种感觉 就说其实父母 对孩子是什么的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只要你在这个行业当中 有了成就 他都会很高兴 他可能之前很反对你 但真的你有了成就 有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他还是 他心里会特别高兴 倒不一定 甚至希望你有什么大的成就 就假设你安定了 对对对 生活是安定的 他就放心了 对 他不支持你 就怕你折腾 觉得你可能将来生活会不幸福 他很担心 对 他也怕你学坏了 说句怎么样 对 就是然后走到二层的时候停 我就扒窗看 有没有人跟踪我 因为你突然停 有跟踪你的人 有可能他就刹不住脚 我就一停 看 没有人跟踪 再这样了 走两层楼梯 开家里面 就是你在外面生活的女孩 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 我住过那个北京的那个 你被扫扫过吗 我曾经碰到 我没被扫过 但是我也碰到过一次 真的 有一次拍MV回家晚了 就大概三点钟 我上楼住九楼 没有电梯了吗 我上楼 也是个藏着通走廊 那个楼梯口站着一个男的 穿着衬衣 穿着骑鞋 三点 我就很害 我还好拿着雨伞 我当时 我踢线做的人特别爱换 你也是 对对对 他就离他很远就想 我拿着伞 他说我突然间怎么样 我拿着伞要怎么办 真的这样 一个模式可言 完了 我就从他过去 我过他的时候 他不说话吗 我刚过 他突然间扭过来跟我说话 我特别勤劲 你不要说话 然后 撒嘴就跑 真的 人家是可能要问你什么路吧 没有 他跟说 不会不会 几点了 真的很可怕的 然后 撒嘴就跑 跑上楼以后 我还不敢开我们家门 我假装掏钥匙 对着我们家对面的门 拿钥匙 先偷钥匙 这个门 然后他还伸个头 我又大喊一声 你不要看我 然后钥匙拿好了 突然间转门了 开我的门 进去把门关上 声音都不敢呼吸 所以他说 我特别感受 你在外地的女孩子 一定要懂得自我保护 所以我记得 那时候 因为我们是文学系的同学 大家比较爱写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必须要离开北京 我说这地儿 这地儿不接受外地人 我说 我老觉得 就是待了两三年前 也不是说挣得特少 其实那时候 做记者还可以 你总是觉得 没自尊 就那种自尊 也不是说谁骂你一对 就老觉得 怪怪的那种感受 而我从小 我又觉得 我很骄傲的那种感觉 你在江南口也挺好的 在电视台 妈妈爸爸很宠你 你自找没去来 这个城市 真有这么强的感觉 所以我当时就想 他说你写一篇东西吧 我给你发在 天津艺术家杂志上 因为我记得 有个电影叫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我就写一个叫 北京人不相信眼泪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城市 生存下去 你不要对他哭 你要好好地留下去 用笑去面对他 因为我哭哭哭 我就觉得没意思 你只会不断地 努力拼搏 笑得更灿烂 让他知道 你可以坚强地留下来 所以我觉得 那篇文章 其实我写完以后 我就释然了 我就按着我那种想法 留了下来 纪录片《前海姑娘》 在社会上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尤其是其中 夏威夷吉他灵动的音乐 让人耳目一新 这种曾经 被保守的音乐家们认为 有些轻浮的颤音和华音 在影片配乐中 却恰到好处地描述了 以你的海滨风光 以及《前海姑娘》们 在劳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质朴和自然之美 特别好听 我为什么喜欢它呢 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 所有的音乐里面 把这个劳动描述的最美丽的 最浪漫的 你要看着这个影片 《前海姑娘》 你再听着这个音乐 你就会发现 工作的是美丽的 就这个意思 而且那么美丽 他们在大海里 在海底里 带着潜水镜 背着氧气 跟海龟 一起游玩 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 没有以后的路 路上的街道 路上的旅程 把中央的烧香 路上的旅程 还会遇着温宾的烧香 对 这怎么样去体会 体验人性 怎么样去感受到人性 不知是在写个人的 最基本的要求 你怎么去感受生活 那怎么样把这感受的生活 用自己实际的经验 在歌词里面 全力里面表达出来 然后用更宽的角度 去拥抱这种声音 经过了从音响 到现实的临界点 中国流行歌坛 迅速进入了一个 创新高峰期 现在他们希望用音乐 对人声进行思考 他们需要一种 更强的声音 一种更能直输胸义的 表达方式 很快 一股彪悍的西北风 伴随着中国摇滚乐的最初的兴起 席卷而来 2001年12月11日 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这是一个标志 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成为 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 中国经济得益于世界 中国经济也正在全面走向世界 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 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高速成长之中 因为我是一路从90年 然后中间陆陆续续都有来来回回这样 看到北京整个的一个变化这样 那种快到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 北京大家应该都会有目共睹 整个北京的那个快速的那个变化 北京又准备 就不是准备 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都会 有一个宏大的梦想 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 更没有放弃追求他的努力 中国人的奥运梦想 离现实越来越近了 我那天晚上就是有一个现场的直播视讯 然后看到很多外国人拿着信封打开 说未来2008年是北京 然后哇 全部的人都疯掉了 这个奥运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头脑当中 已经实际上它已经过了太多遍了 就是不断地被我们反复地在 在掂量 在想 在策划 在展望吧 所以越是他快进到眼前的时候 反而觉得说 好像这种期待变得很微妙 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件事情 你等了太久了 等他真的来的时候 会觉得有一点 不是那么真实那个感觉 2001年7月13日 深奥成功 那个夜晚飘飞在北京各个角落的红旗 和街头相伟快乐的人群 都已经定格成每个中国人心中 永远的画面 这些画面永远都将激励我们